现在我回答一些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经历圣灵步道法 我们帮助人经历圣灵 然后带领他们信主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了 这是怎样分辨圣灵 充满还是邪灵呢? 其实很简单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 看果子就知道了 果子是或者是 而且是生命 生命是爱主的 亲近神的 尊重神的 今后去更爱主 更亲近神 更尊重神 这个肯定是神的作为 因为邪灵的作为很明显的 因为我们很多次为人敢邪灵 很明显什么情况呢? 他们情绪失控 有些时候会说邪灵 有些负面化 你自杀 你什么不好 都是负面的经历 但我们首先 我们为人打到的时候 我们都是爱慕神 感谢耶稣 赞美耶稣 悔改怨罪 这个都是与神建立关系的 如果与神建立关系 邪灵会来 就是邪灵比耶稣更强了 我们亲见耶稣 邪灵就来 这个就是我们明明是与神连接 邪灵能够插进来 就是说他比耶稣更强 他能够拦住耶稣来到 他自己先来是不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迷惑 因为有些人反对圣灵工作的 他说你们这样投入爱主啊 天经神啊 爱慕神啊 会带来邪灵 西篇四十二篇 好像路 切勿细水 有没有说 好像路切勿细水 邪灵就来了 怎么会呢? 没有可能性的 所以 因为他们不明白 他们就以为 这些人很投入 但耶稣说用心灵而诚实敬拜 这个其实就是秘诀 一下子我可以释放一下子 我为你们打告 如果当然是用言语 因为很多基督徒打告就是这样 言语 包括我的工作啊 我的家庭啊 我的钱啊 祝福教会啊 祝福很多人 人家说呀 就是讲啊 很多 讲完啊 每天都要去这样讲 他说 怎麽会 祷告这么强啊 我已经讲完了 所有的需要 他们的祷告 就以为 但是告诉神什么需要 我形容这些祷告 就好像垫油 垫油 写给神 我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 其实你看诗篇 还有这个 《撒梅尔记》上 十章、十九章 詩篇很多讚美神 而且在啟示錄講到在天上的敬拜 是不停地重複的敬拜 然後撒穆爾記上十章、十九章 講到一群撒穆爾的先知門徒 他們在不停地奏音樂 他們應該不但是奏音樂 而是在敬拜神 而且他們在受感說話 其實不應該當時受感說話 這個換義其實原文是說預言 他們在被聖靈感動 在說預言、在敬拜神 然後在這個情況 聖靈充滿重複強烈 所以就是講到一種先知神 不但是告訴神我需要什麼 而是與神的關係 在這個情況 如果這個生命是愛主、順服神、遵從神、離開罪 很想拯救人的靈魂的話 不會是血靈來的 所以這個方面肯定不會是血靈比聖靈更快 好了,如何保持聖靈充滿 保持聖靈充滿 第一,我們知道聖靈充滿 這是與神親密的關係 不但是一種經歷 我們為你祷告是一種經歷 但你經歷不代表你會保持 誰能夠保持 是你回家真的會付出代價 做以下我所說的 第一,離開罪 憎恨罪 離開罪 罪,神憎恨罪 如果這個人回家就犯罪 看色情的影片 罵人 賭博 在這個罪中 不可能把聖靈充滿 然後聖靈 聖靈是我們的信仰的基礎 堅定 信靠聖靈所說的所有的 應許 相信真的是神的應許 信靠神 神就做功了聖靈 然後 對神的信心 我知道神很愛我 我相信神很愛我 神必定祝福我 打告時不是說 神啊你在哪裡 神啊我知道你 就在這裡祝福我 這個是信心 根據聖靈的應許 我相信 神真的祝福我 然後靈的禱告 心靈和誠實 靈魂 魂 魂包括什麼 思想 意志 感情 希望你們都記得 首先思想 完全認同 聖靈所說的話 不但是思想認同 是我整個生命認同 跟從神去最蒙福 犯罪必要破壞性 甚至情慾 雜種的必從情慾 受壞壞 都是完全認同聖靈 我 我信靠耶穌 我就繼續的 親近神 愛神 贈從神 服侍神 這個就是聖靈的 這樣的 我完全認同 然後 意志 我將我的生命獻給主 完全聖福神 有什麼決定 兩個決定 一個是世界 一個是錢 是女人 男人 一個是神 我就決定 神的路 不是世界的路 然後 感情 學習 想到耶穌 就喜歡耶穌 想到神創造就美好 神的工作就美好 我就喜歡神 就在神裡面 想到神就好像 想到冰淇淋 或者是你的 初戀 喜初的戀愛 你想到就很甜蜜 就是常常想到神的美善 喜歡神 這個是魂 但你做得到這點已經還好 然後這個靈 就需要用長的時間 這是整個 繁在我裡面的 詩篇一百零三篇的意見 繁在我裡面都称頌神的美 就是整個裡面都愛神 哈利路亞 但你 我這樣用手的動作 我做手的動作 隨時幫助你 我不需要用這個手的動作 我自己裡面 整個心靈愛神就會做到 因為我做很多很多 所以我做慣了 隨時都做到 這個是需要時間 我記得我在起初的時候 才會說 這個是這個方法 那個方法 是怎樣 我的心靈在調教 怎樣做呢 慢慢我就做到 我就發覺 當我這樣用心靈愛神 就會感受神的力量 你站著的時候 會感受力量搖動 你感受喜樂 平安 這個就是做對了 但我不會說你想聖靈充滿 你每天禱告的時間 起碼半個小時 或者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你禱告三分鐘 你不會被聖靈充滿 而且你也需要學習專心禱告 不是一邊禱告一邊想著 你的工作啊 你的吃飯啊 你的其他要做的事情 你這樣的話 這個就不冷的 因為你的靈不在哪裡 所以必定要整個心靈愛神 有人說 禱告之後沒有感覺怎麼樣 我們就說 不要緊 你真心愛主 神必定聽你的禱告 神必定也要祝福你 有人可以說 你想不想要祝你 有人可以這樣邀請的 我們也鼓勵他們 我們投入禱告 神必定喜悅 你有真心禱告 神必定喜悅 這是你沒有感覺也不要緊 安慰他們 不要說 因為你沒有投入 不要受福的人好 這是但是說 你更投入就更盡力 而且你真心的禱告 你沒有感受 神已經聽 神已經祝福你了 好了 然後呢 有罪 所以 我講到一點 這是誰可以在教會裡面 按說禱告 為什麼這個需要分辨呢 因為有些人有邪靈啊 負面情緒啊 或者是罪啊 嚴重的話 可以有影響別人的 因為聖父聖子 聖靈創造天使 天使墮落 變為邪靈活鬼 所以 聖靈跟邪靈有相似的地方 有不同的地方 聖靈是聖結的 平安的喜樂 愛祝福 邪靈是破壞的 令人離開神的 想死的 這個是很大的分別 但 類似的地方是什麼呢 兩個都可以透過按手 傳遞 所以 有些 有些 異教的人 他們接觸聖靈 也會用手接觸 或是吹氣 吹氣也可以傳遞 因為耶穌向門徒吹口氣 聖靈也可以吹口氣傳遞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有相似的地方 我們知道邪靈可以傳遞 但 我是說 人偶然有些軟弱 不代表他有邪靈 但如果這個人的確有邪靈 很明顯的 就不要按手了 罪 我們都會偶然有罪 當然 對我來說 我是很全心的對付罪的 任何罪的意念 我馬上處理 為什麼呢 我不要讓任何的罪影響我 我很看重我的生命 我很珍惜我的生命 請你看這裡 我很珍惜我的生命 為什麼呢 神這樣愛我 我可以祝福人 我可以幫助更多人 我不要浪費我的生命 我希望我們都是這樣想 你要不要浪費你的錢 你不會將你的錢 你不會將你的錢 隨意地用在路上呢 不會 你不會將你的生命 隨意地用在海裡面呢 不會 我希望我們珍惜我們的生命 但很多東西是珍惜什麼呢 錢啊 我擁有的東西啊 我的享受啊 但沒有想到我們最寶貴 因為我們有的 第一是我的生命 第二是我的生命 是非常地繁匯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都去珍惜 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不犯罪 好了 如果有人他們他們有犯罪 那怎麼樣呢 最要是要學習處理生命 不需要完美才可以 我也按受禱告 他是整體上是處理生命 但如果他是繼續在懶惰禱告 他繼續是容易發怒 繼續 任人的罪 他繼續去做 沒有這個悔改的心 或者是處理生命的話 這樣的人就不應該按照 就需要帶領他們 你要不要珍惜你的生命啊 神有很多恩典給你 當你能夠這樣祝福人的話 能夠為人祷告他們 自己的生命改變 有信主 神就大大喜悦你 你想不想你的生命 可以這樣蒙福啊 就鼓勵他們 用神的恩典鼓勵 神有這麼大的恩典 你的生命這麼寶貴 不要浪費生命 所以我們不是說完美的人 才可以按受 就是說有犯罪 悔改就可以了 但如果他繼續犯罪 就不可以了 我們就看他的生命 他對神的心 是不是專心啊 真的很想祝福人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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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